第102集 帐行完毕,灵步一一声不吭,五皇子鬼呼狼嚎,少商哭天抹泪。 三皇子被吵得额头青筋猛跳,一挥手让所有宦官弓壁都散开。 少商连滚带爬的扑到灵步一身旁,嘶哑地哭泣,你疼不疼,疼不疼? 还认得出我吗? 头晕不晕,说不出话就别说了。 我们去找世衣,你别怕。 三皇子很想骂人,谁怕了? 哪怕这座都城被攻破了,你男人也不会怕的。 少商看着未婚夫肩背上那些触目惊心的血痕,以自己的那回挨打经验推断。 当初自己没打出血,就疼得死去活来,如今灵步一这样,岂不是更惨烈? 于是,她一颗心直接碎成了渣渣,又不敢碰那些血斑斑的伤势。 只能将灵步一苍白冷汗的头抱在怀中,一旁的三皇子直翻白眼。 难道这傻妹就没发现灵步一仗机的部位和五皇帝完全不同吗? 父皇为了灵步一,也是很用心了。 话说城市这女子,既无才学,又无家事,今日看来脑子也不甚清楚,除了些许美貌外。 三皇子时不知灵步一看上了她什么,正想着,忽看见从灵步一从成少商壁弯中向自己看来,目光中透着几分疑虑。 三皇子挑了挑眉,哟,这是察觉出来了,反应不慢吗? 这场仗行,其实诡异之处颇事不少,然而在场的奴婢侍卫们不敢开口。 唯一有机会揭穿真相的五皇子,眼下只顾着自己肿胀的臀部,呜呼哀哉,急着要回亲妈许美人处,呼呼痛痛抱高高,哪有力气管旁的闲事。 三皇子心头一审,有心说两句遮掩话,免得灵步一不明所以的质问怎么打了半天都见邪了却不怎么疼,坏了父皇的苦心不止。 谁知下一刻,只见灵步一将头一歪,软软地倒在未婚妻怀中,似是昏迷过去了。 少商以为未婚夫痛晕了,自然又是一阵悲戚的哭喊。 三皇子,此时天色已黑,外面寒风如寿豪般吹僵起来,冷气刺骨,入冬第一场寒潮降临了。 灵步一被送回长秋宫的儿时就居室,主殿东侧的一处偏殿,屋内燃起炉火。 少商趴在灵步一踏旁,继续哭哭啼啼,地后端坐在旁,看着试衣给灵步一清洗上药。 皇帝见计已受出,甚觉圆满,少商啊,子盛这一身的伤可都是因你而来的。 以后你行事要多想想子盛。 夫妻一提,你的一举一动,总会牵连到他的。 少商顶着桃子般红肿的眼睛,哀声道,陛下,妾一定会汲取教训,再不淘气使性了。 皇帝很满意,这样才对,你以后要多多关怀,他正想再添一把火。 见皇后沉着脸色瞪了过来,只好住嘴,罢了,朕与皇后先回去了,你自便吧。 皇后道,自便什么?子盛已经成年了,宫为之中多有不便,少商,你跟我回去。 他瞥了一眼杨子,暗骂,果然谁痒得像谁,一般的做好戏。 少商像乳兽般抽抽着哀啃,娘娘,林大人还没用碗膳呢。 皇后差点没吼出来,你也什么都没吃。 缓口气,脸容再道,天色不早了,少商跟我回去用膳。 今日,你来来回回地奔走,下午为了照看,我也没好好歇息,必是累得不轻。 今夜好好睡一觉,明早起来再看望子盛。 说完便往门外走去,灵不宜目光悠悠地望向养父。 皇帝很想帮他,但皇后正在气头上,他只能摸摸鼻子,老实地跟着出去了。 少商哪里舍得离开,可是素来温和的皇后此时语气异常坚定,他不敢违抗。 只能恋恋不舍地随出门了。 在翟尔监视的目光下,少商不知滋味地用完晚膳,然后被皇后勒令洗漱入寝。 没了五公主的威胁,他今夜终于能睡在自己的屋子里了。 寝账是姜黄色的佳容后锦,上面用金翠两色的丝线绣着细细秘密的翠鸟在灵烧。 这是今年刚进上来的贡锦,皇后在分赏下去前,特意将这幅留给他。 这样柔软又厚实的珍贵料子,寻常观患人家用来做冬傲都来不及,他却能用来做寝账。 哎,到底是顶层社会啊?不知灵不宜挂的是什么杖子,暖和吗? 嗯,他那屋有杖子吗?那里虽是他儿时的旧居室,毕竟已多年不住人了,仓促间也不知潮气有没有去干净。 被褥是不是柔软温暖?今夜偏偏冷得出奇,他身上还有伤呢,别就伤,未愈,又添心病了。 少商心里既烦扰又担心,在床榻上滚来滚去翻烙饼,差点将睡在外间的小弓壁吵醒。 然而,他一直将烙饼翻熟三遍了,依旧无法入睡,最后,他忍无可忍地一掀被子下了床。 利索地给自己穿好厚实的裙袍,把软软的长发抓出一个马尾绑好。 最后将自己的被子团起来抱着,轻手轻脚地向外走去。 临出门前,他在暖炉旁迟疑了片刻,炉火边还搁着皇后送来的润喉甜汤。 想了想,他努力从胖乎乎地被团中伸出手指,裹着袖子拎起那只桃罐, 然后点着脚尖溜出门去。 灵不宜趴在榻上养神,梁秋飞守在一旁,啰嗦着,自己能混进这里来,照料少主公有多么不容易,只差挨一刀当患者去了。 别吵了,你也靠着睡会儿吧。 灵不宜闭着双目,梁秋飞赶紧闭上嘴,正要入眠,忽听见外面传来轻重不一踢踢踏踏踏的敲门声。 灵不宜疏然睁眼,梁秋飞惊议不定,又失笑道,莫非外面太冷了。 是园林里的小兽来,屋里闭寒,然后上前去开门看看。 门才开了一道缝,一阵寒意朝梁秋飞扑面而来。 然后一个团抱着圆滚滚物件的小小身形跌跌撞撞地冲进来。 纷纷扬扬的细雪,仿佛三月河畔的粉白色洋花,顺着月光与寒风。 就这么漫天飞花地飘洒进屋内,挪开被褥,来人露出一张红通通的小脸。 灵不宜猛地撑起身子,心口冲进了一股暖意,犹如洪荒而来的巨流,迅猛而激烈。 他失声叫道,少商,你怎么来了?还不快关门? 少商冲着傻傻的梁秋飞喊,你嫌动不死你家少主公吗? 同时顺便弯腰将陶罐放在一旁的地上。 梁秋飞一个机灵,赶紧回。 身降门关上,灵不宜披着单薄的雪白中衣,坐在太檐,目中满是喜悦,不带他起身去迎。 少商已经三两步冲上前来,嘴里喊着,你别起来,别起来,当心你背上的伤。 他双臂用力抖动,展开柔软厚实的被子,当头朝灵不宜盖下来。 灵不宜犹如置身梦中,呆呆地坐在那里,周身笼罩在一片温柔暖和的少女心香中。 我就知道,这里的被褥还是秋日的,又薄又冷,女孩嫌弃地看了一眼床榻,鬼知道天怎么冷得这么快。 来,用我的被子,翟尔又晒又烤好几天了,暖和吧。 梁秋飞张了张嘴,然后在少主公越过来的目光下,又合上了。 为着怕习惯了温软绵软,而抵受不住军中轻苦,其实少主公一向很少用炉火,哪怕是冬日。 只要不是滴水成冰,他一直都是宝贝冷床度日的。 我不知道外面下雪了,再回去拿油布,又怕吵醒服饰我的弓壁,只好就这么过来了。 好在只是细雪,下得也不密。 我逼着风是跑过来的,被子应该没沾到多少雪。 哨伤絮絮叨叨着,两只小手努力拉扯着被子,想裹住它。 可惜灵不宜身形高大其长,能包住自己两圈有余的被子,只将将覆盖住它的身躯。 哨伤不免有些泄气。 谁知灵不宜伸开修长的手臂,将被子展开一笼,一下将女孩照进怀里。 连同被子一起抱了起来。 梁秋飞扎扎扎扎嘴,她哪怕没跟兄长一样,有四个红颜之己,也知道此时自己是多余。 于是很自觉地推开门,小心翼翼地闪身出去。 哨伤被抱了个满怀,推嗓间反倒扯开了林不宜的衣襟,露出了年轻男子和白玉般机里分明的结实胸膛。 林不宜低头微笑道,你想做什么,都有你。 有你个头啊 少商满脸通红 低声叫道 快放开我的 你这灯徒子 我好心好意给你送被子 你还来调戏我 灵不宜张开双臂 藏着袒露的胸膛 轻笑道 不如叫人来评评礼 谁调戏谁 叫就叫 少商用力推开他 灵不宜呼地皱起眉头 青丝一声 身躯软软的倾倒 少商慌张地搂住他高大的身躯 是不是拉到伤处了 疼不疼 别动别动 要不要我去找试衣 灵不宜以着女孩 双臂抱着她 将面旁埋进她温暖细润的颈窝 轻轻磨蹭 少商被蹭得脸上发热 用力将她的头托起来 板脸道 你是不是装的 这是使苦肉计吧 灵不宜问 什么叫苦肉计 少商很尽责地解释 就是你用伤自己的办法来让我心疼 好达成目的呀 为什么我伤了我自己 你就会心疼 灵不宜靠在她肩上 笑得眼眸发亮 你不心疼 这计策不就不灵了吗 少商被堵住了 一气之下将她推倒在被褥中 气呼呼地站在她旁 灵不宜俯身闷笑 然后露出笑意融融的面庞 温柔去拉女孩的手 轻声道 得少商均心疼 子圣三生有幸 少商嘟着嘴 被拉着坐在地板上 和她近距离的面面相对 目光回转 只见灵不宜趴在被褥中 脸色苍白 映衬着鬓发如鸭语般漆黑 沏着细晶晶的碎血化成的水珠 年轻清俊的面庞有些疲惫 她的心顿时软成棉絮 又入水化了 鬼使神差的 她凑过去亲了亲她的鬓角 然后在她不幸的目光中 又温柔抚慰地亲了她的额头 灵不宜的气息 骤然如热起来 她揽过女孩的景象 先啄了一下她被冻得烟红的小小嘴唇 分开时 她见女孩一脸懵懂 似乎还没反应过来 她笑了 她觉得 她时势胜过这世上一切的可爱 让她喜欢得无以复加 然后她又吻了上去 少商觉得 扣在自己后颈的手指修长有力 整个人都笼罩着她富裕如潭的清烈气息 她是这样聪明睿智的一个人 偏在这件事上 笨拙异常 只知反复地瞬息舔事 却让她觉得无比温柔浅犬 吻了一会儿 灵不宜喘息着松开女孩 让两人之间留些距离 低哑着声音道 有些事 还是成亲再做吧 少商痴痴笑起来 这话不是应该我来说吗 灵不宜盯着她潮红的脸颊 那我再亲你一次 然后由你来说 你想的没 少商笑着一把推开她 灵不宜反手一捞 轻轻松松将女孩压在床榻上 两人仿佛孩童般笑闹了一阵 少商这才想起 自己还千辛万苦地端来了一罐汤 于是将那陶罐在火炉旁微热了 到处一碗来给灵不宜喝 灵不宜其实并不爱用甜食 依旧笑着接过了 屋内叹气有些重 少商走过去将窗户稍稍推开一些 回身时 见灵不宜协以床头 披衣迟晚 一派端庄起立的模样 她微微一笑 从袖中拿出短笛 柔声道 你慢慢喝 别烫着了 我吹笛给你听吧 是你叔父叔母做的新曲吗 嗯 笛声响起 轻柔孤寂的起调 仿佛穷穷落寞的细细叹息 没遇到桑顺华之前的成址 也顺风顺水 开开心心地过了二十几年 没觉得人生有什么不好 没爱上成址之前的桑顺华 本已对情爱寒了心 决心安静淡然地过完这一生 绞天之幸 他们终是有缘 没有错过彼此 笛声缓缓回转 终于跨越千山万水 彼此相爱 却也不必欣喜若狂 不过犹如老友重逢 以后携手白头 再不分离就是了 笛声如诗如素 悠悠传扬 连窗外凛冽的寒风 都似乎柔和了几分 风颂生息 传到正殿内寝 皇帝推开窗户 侧耳倾听 皇后起初不愿理她 过得片刻 她也忍不住站到床边 静静聆听这笛声 许久后 她露出笑诣 词曲只应天上文 嗯 定是少商三叔父夫妇所作 顿了顿 她又赞 好曲好曲 当真轻如山见水 雅似梅之雪 借婉约柔树 又洒脱自在 两心自知 好一对神仙眷侣 笛声渐渐停了 皇帝关窗转身 微笑着叹道 这女孩 其实聪明伶俐 剔透纯然 就是性情桀骜了些 皇后笑道 你这话 怎么不当面夸给少商听 每每碰上她 总要数罗一番 弄得她现在见了陛下 跟臂猫数似的 皇帝摇摇头 她可不是紫盛啊 紫盛少年老成 凡事知道自省 进退有分寸 可她心性颇有不足 要人好好教导才行 严妇慈母 你宠她就够了 我来做歹人吧 谁叫那数字认准了她呢 哎 她若学得好了 紫盛将来 也有人知冷知热 怜惜疼爱了 将来九泉之下 朕也有脸去见霍冲兄长了 吹霸一曲 少商放下短笛 骄傲道 如何 的确是好曲子吧 可不是我吹牛 灵不宜正正地看着她 少商觉得奇怪 连问了三遍怎么了 她才答道 没什么 我只是想起初次见你的情景 少商歪着头回忆往事 嗯 说起来 那回你我在万伯父家出见 我鼻青脸肿得不成人样 偏偏那么难看的时候遇上了你 真是太倒霉了 灵不宜惊异道 你在说什么 你我出见不是在万家 是在元宵灯会上呀 啊 你说什么 少商大吃一惊 一脸茫然 那夜我见过你吗 灵不宜这样的人 任谁见过都不会忘记呀 两人面面相去的对了半天 灵不宜率先开口 缓声道 那夜灯会 你与成校尉 桑夫人 还有兄弟数人 一道在看几人杂耍 我站在街对面另一头看着你 啊 少商恍然大悟 终于想起来了 原来你就那个走马灯 走马灯 灵不宜想了想 没错 当时我身旁的屋檐下悬挂的正是一盏走马灯 你没看见我吗 可你明明冲我这边凝忘了许久 连灯都记得 却不记得自己 少商积极地辩解道 我是忘了你许久 可我不知道是你呀 灵不宜不解 少商再道 就是说 我看见了你 可我没看清你的面容 你个子高 那盏走马灯 刚好挡住了你的脸 我根本不知道 那人就是你 这就尴尬了 灵不宜脸色发绿 我看了你半天 你却不好奇我是谁 寻常人家的小女娘 早走过来 主动结交自己了 少商善善地笑着 原来你是在看我呀 呵呵呵呵 不看你 我还能看谁 那我是这么推测的 你身旁那盏走马灯上 绘的是合家团圆 我和阿富淑姆令兄弟们 合起来看着 不像美满的一家人吗 我以为你触景生情 在看我们一家人呢 胡说八道 灵不宜赤其无稽之谈 人都气笑了 我若要触景生情 干嘛非要在市井里处 元宵公园上 陛下一家就团圆美满得很 我在公园上 触景生情一可 少商想想 也觉得好笑 既然你看了我这么久 为何不来找我 灵不宜暮色怅然 低声道 彼时 我还没想好究竟要不要娶妻 少商啼笑皆非 忍不住叹道 灵大人啊 只是搭讪一下而已 还谈不上娶不娶妻吧 先认识 再趴脱 其后才是谈婚论嫁吗 灵不宜清零零的一眼过来 若不娶妻 为何要搭讪 难道你不是如此想的 看未婚夫眼神不善 少商连忙一正辞言道 你说的没错 我生平最看不惯那些男男女女 混在一处瞎闹 既不谈婚论嫁 有什么好东拉西扯的 灵不宜横了她一眼 缓缓直起身子 叹道 哎 原来起初就错了 好吧 我们好好来捋一捋过往之事 少商殷勤的挨过去做好 也就是说 在万家 你是头一回见到我 那我上来就为你牵马攀瞪 你定是觉得十分突兀了 有点 当时被她握住小腿 少商浑身都抹了 后来在华县郊外 你我再次相逢 我以为三面之缘甚是难得 你却并无此想 其实 救命之恩也是缘分嘛 当时你为我疗伤 又言语恳切 神情温柔 我以为你对我有爱慕之意 却原来都是自作多情 少商默默的 这回你说对了 那后来我与阿姚定亲 你是怎么想的 她想到了些不大好的事 林布宜冷着脸道 我以为你见一丝牵 被楼窑勾引后 就将我抛诸脑后了 果然如此 少商脸色精彩分成 黑漆漆的 拦了巴基 绿歪歪的 那你后来还对我那么好 少商有些愤慨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居然已经水性羊花了一把 既然我未曾向你表露有婚娶之意 而楼窑却又向你提了亲 你自然可以责他而嫁 我不曾怪过你 林布宜怅然道 才不过数月前的事 如今说来却有些恍惚 仿佛已是十分遥远的往事了 少商叹道 你从来没提起 我也不知道啊 林布宜看着烛火 若我们早相识了 会不会少吵些架 少商想了想 否定了这个可能性 不会 你我生性如此 该吵的 一顿都不会落下 没了救命之恩 和盖世英雄的滤镜 说不定情形还会更糟糕 林布宜似乎也想到了这点 无奈的摇摇头 然后两人相视而笑 哎哎 你初次见我是什么样子啊 少商十分好奇 林布宜道 那夜你穿了一身闭塞曲居 披着白胡皮斗篷 头上梳着双环 两边各坠有一颗明珠 倒像个人偶娃娃 你那时个子还小 大约只到我胸前 回想那时 周围是滑彩四溢的灯火 人声鼎沸 女孩站在人影冲冲的街角 孤独倔强 有一种奇异的欺然落寞 当她望过来时 那双大大的眼睛漆黑明亮 天真又好奇 仿佛直直 看进了她的心底 满街斑蓝光耀的灯火 都不如她的毛子好看 她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然后走了 她自小沉稳安静 诸事井井有条 最不喜猝不及防的咒声之事 是以她当时以为 只是偶然的心绪波动 没做多想 现在想来 也许她骨子里 就喜欢那样子的女孩吧 本集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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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